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月22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会 昨日发布了冬奥会和冬藏奥会火炬传递线路 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将于2月24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进行 火炬传递路线共包括11个闭环外的封闭传递区域 和一个闭环内的独立传递区域 其中北京赛区共设4个点位 延庆赛区共设2个点位 张家口赛区共设5个点位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点位将经过两次 北京冬奥奥会火炬火种汇集仪式 3月2日下午在天坛公园举行 来自英国曼德维尔以及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 共9处城市火种汇集成本届冬奥奥会的官方火种 火种汇集仪式后 火炬传递将在天坛公园、张家口市民广场 崇礼泰伍滑雪场 水库湿地公园和北京市园公园 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 和北京冬奥组委驻地进行 北京世界一遗憾未能追凭2020年时 创造的晋级女单16强的个人奥网最好成绩 止步第三轮 而在男单比赛中 纳达尔以3比1战胜俄罗斯选手卡恰诺夫 成功晋级16强 本赛季6战全胜的他状态正强 我们也期待他在本届奥网比赛中有所掌获 1月21日 乒乓球WTT澳门冠军赛 2021中国之星进入第三比赛日 在女单1四分之1决赛中 陈梦 孙颖沙 刘诗文 以及王曼玉四位国平主力大将发挥稳定 他们分别轻松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 而在混双比赛中 许欣 刘诗文 樊振东 怀曼 余紫阳 陈姓彤 相鹏 张瑞四对组合成功不为 至此本届比赛女单及混双四强全部诞生 而在1月22日将进行蓝单四分之一决赛 以及混双半决赛和决赛的较量 各位球迷不要错过 1月21日 CBA第25轮继续进行 广东队在天津队面前展示了未免冠军的强大实力 四人得分上双可谓多点开花 其中新来源来多奉献28分13篮板11助攻 意见连26分8篮板 徐杰14分6篮板8助攻 周鹏17分 任俊飞11分5篮板4助攻 广东从第一节开始便确立了领先优势 最终毫无悬念的以118比91大胜天津 他们也以一波两连胜缩小了与积分榜前四的差距 有望重回四强席位 GateUp看热搜 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江湖up所 今日热搜为国足加油 1月21日 中国男足队员无锡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正在集训的中国男足全体球员 及教练员的大合影 可以看出国足的小伙子们各个精神饱满 已经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12强赛 生死战 而评论区中的球迷们也是为国足队员们加油鼓劲 加油 永远支持中国队 等待你们凯旋归来 中国队将在1月27日迎战日本队 随后在2月1日大年初一迎来越南队的挑战 各位球迷们也千万不要错过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随着周末到来 德甲联赛即将重燃战火 今晚排在联赛第二位的多特蒙德 将客场挑战获奔海姆 本周中刚刚在德国被爆冷输球的大黄蜂 希望以一场胜利稳住军心 同时他们也需要三分来紧咬领头羊 败人慕尼黑 然而他们本场比赛的对手霍奔海姆 可绝不是软柿子 他们连续7个德甲主场保持不败 近8次主场面对多特蒙德结束一场 可想而知坐镇主场的霍村一定会十分强势 本轮德甲相当精彩激烈 各位足球迷要熬夜了 体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